北角靠海 是人多擠迫的市區走出幾步 原來有個碼頭仔 像個 T 字 可以說是北角人的私火秘點 每天都有很多街坊來這裡最近 釣魚、聊天 就算無所事事都要來打下等 出來曬太陽吃飯 喜歡擺枝桿 有魚釣沒有魚 夠時間開工 我們喜歡曬太陽 有空釣魚 就這麼簡單 一個習以為常的空間 就要用到創意來打破常規 我叫我過去 我是一個裝置藝術家 主要都是用木去做一些結構 去解決一些問題 這個是我主要加工的工作室 我會由設計 想法 到真的生產 都會在這個地方發生 這次他就設計了三件又大又小的裝置 由滑圖、鋸木、裝陷 全部一個人搞定 最喜歡突破常規 設計一些你猜不到的裝置 挑戰一般人的習慣 來到碼頭 Ry很快將他的鬼馬設計 在碼頭組裝 放在不同的角落 考驗一下街坊的好奇心 這個位置應該用來枕手 這個位置讓你擺魚竿 這樣卡住魚竿 你就可以放在那裡 等有魚上釣 才會動 這三件是Roy訪問員 釣魚人士 覺得他們最需要的三件工具 是給釣魚人士用的三步 一個小的桌面可以擺盤 一個可以勾著魚竿的架 最後就是一個 防止給血辣漿的手浸 這幾件釣魚法寶 又是否真的幫到釣魚哥哥 輕輕鬆鬆釣到魚呢 你是有在 我們有時候是方便 要看不太方便 都有它的用途 都OK 還有這裡最重要是 它用木 即使曬過 都還可以拿到手 我有看到有人在轉 那你當時在想什麼 我以為是那些 老人家的伸展門 運動那些 這装置主要有三個功能 這頂是用來遮上面滴下來的爪屎 第二個功能是可以在這裡做運動 在這裡做運動的同時 它也可以是插手機的 放在這裡一會兒 都是沒人地走過去 最後要由小朋友帶頭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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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嗎 不會 你們玩 我住玩 好玩 真的好玩 對啊 做運動 叫做可以娛樂一下 叫做新玩意 它是可以用來插電話的發電器 一開始街坊只是遠距離觀察 之後見沒有什麼危險 就開始近距離研究了 我覺得是一個會唱歌的電力 是風力發電器 這是發電器 以為這裡是翼大風 然後讓你發電 或者可以插風 插一下這裡的風速是多少 這個就是流動風力發電的連佛機 希望北角的街坊 可以在這麼漂亮的海景前 一起寧靜地參透一下佛里 一個空間只要利用少少創意 就可以打破常規 令大家樂在其中 我想舊區大家都對地區本身已經很熟悉 大家好像習以為常了 習慣了那個地方 這個項目反而是給了一個機會 我去做一些比較新奇少少 有無厘頭少少的東西 令到街坊好像多了少少好奇心 對這個地方 從生活中吸取靈感 處處都可以是實驗空間 對這個項目的 我們看大腦的、月祈禮 我們看大腦的一項目 我把它變成直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